注意看 四万年前的冰块里 好像冻着个什么东西 远处看去 乖乖 体型至少有足足30米 这个重大发现 让人类十分的惊讶 为了一探究竟 他们把整个冰糕切下 然后又车子拉回了基地 直接男人拿出两米的手电钻 对着冰糕转了起来 随着钻头逐渐越来越深 男人一个不注意 就钻到了怪物的身子里 接着 男人小心翼翼的取出电钻 用捏着取掉上面的瘦肉 然后盖上玻璃盖子 放在眼前仔细地查看 发现肉质十分的滑内 我是通过DNA鉴定 发现这个生物不属于地球 兄弟们 我们有祸了 所有人都为这个重大发现 感到高兴 殊不知死亡 正在向他们靠近 另一边 一个皮肤白内的小伙 听到金王不停地哀嚎 于是好奇地赶了过来 他发现 此时的冰块正在慢慢融化 感觉随时都有可能破裂 果然 没当小白离开 难怪我啪的一下就跳了出来 直接飞出了屋底 这把小白的脸都吓黑了 赶紧跑出去通知队友 坏奇们 那怪物炮出来了 看到小白的表情这么严肃 队友们急忙上前打看 此时屋子里 只剩下了一个空空如意的冰块 和一个抬头撕故乡的天花板 随后 他们分成小组 开始在屋外到处搜寻怪物 果然找到了他 可两人刚通知队友 怪物啪的一下 直接把男人给拽了过去 当所有人听到动静感来时 两百斤的男人 已经只剩下了一双脚 简人见状 拿起手浆就是一顿扫射 可貌似兵不管用 于是 他们只好放火试一试 没想怪物居然十分的怕火 不到三秒的功夫 就躺在地上顶的盒饭 简人通过解剖怪物的尸体发现 怪物已经和人类完全融合 只留下了无法融合的矿物质 更可怕的是 二随发现 怪物虽然已经死亡 但是里面的细胞却还在疯狂生长 第二天 二随在洗脸时 在地上意外发现了几颗烤瓷的金鸭 外来 看样子又有人被融合了 他怕外星人容器尝试 急忙跑出去拦截离开的飞机 没想就在这时 可怕的一谋发生了 飞机上 男人脸部突然开始分裂 发出振振嘶吓 这把一旁的男人吓懵了 只见男人一个扩胸运动 喷出了78根助手 飞机就这样 竟直地坠落在了地上 本以为就这一只怪物 没想到 二随回到家后 翻页洗澡池里有大量的血迹 于是 他急忙找到众人 拿出几颗烤瓷的金鸭 说咱们之中还有怪物 众人一听顿时慌了 想要开车离开此地 此时 一个女人找到二随 说自己看到了清零血迹的人 并和二随提前来到了屋子 想把车钥匙站为己有 可二随拿车钥匙时 突然意识到了不对劲 明明只有四辆车 女人却说有五把钥匙 而就在这时 随后的女人已经发生了变异 二随见状 尿不湿都快下湿了 看着如此敏捷的怪物 二随如果没有主绝光环 估计早就割屁了 看着逃跑的二随 和饭叔跟美式人一样 直接被一毛给送走 领了和饭 好在关键时刻 胡子哥拿着喷火枪赶来 一波三门也争火过去 现场给怪物来了个火疗 二随提议 为了确定几人之中没有怪物 给所有人做个DNA检查 这样可以防止类似的事情发生 就在这时 远中有两个人走了过来 居然是罪机中的幸存者 胡子哥觉得 人类在罪机情况下 不可能活下来 于是决定用火烧死他们 但没二随给及时阻止 他觉得先把两人关起来 等咽完血再杀也不迟 可就在几人前往实验室时 居然发现实验室莫名着了火 看来怪物已经提前下了手 这一下 他们无法判明谁是人 谁是怪物了 没有办法 二随只能通过他们身上的矿物质 先把可以确定的人给分辨出来 然后分成两组 可就当那去喊醉鸡的两人时 发现他们居然挖洞离开了这里 没想到 过了没多久 两人又持火枪找上了门来 而且还不小心杀掉了胡子哥 因为油箱被击穿 导致发生了爆炸 简直被控制后 掺着伤员来到了屋子里 结果就在这时 可怕的一梦又发生了 注意看 男人的胳膊突然脱落 变成了一只外星生物 怕在胡子男的胳膊上 就要啃食胡子男 虽然胡子男力气十分的大 但还是没能阻止怪物 穿的一下就呼在了嘴上 而躺在地上的男人 也开始发生变异 直接一条触手伸出 随机开始抽取幸运观众 乖乖 只要被抽中的 没有一个能活下来 随后 怪物变成蜘蛛形态 强行的和人类进行了融合 然后离开了屋子 没有办法 而这只能对所有尸体 来了个火疗 这一波下来 只剩下来的罪和大壮两人 两人找到怪物 并且成功用火枪消灭 此时的空气中 到处弥漫着烧烤味 本以为危险彻底解除 忽然 一辆汽车驶过 司机居然是领了 可犯的人类 如果怪物入侵城市 那后果不堪设想 二人急忙驾车追了上去 没想到 居然跟着怪物 来到了一个洞穴 里面是一艘巨大的外星分船 两人刚走上飞船 下一秒 飞船居然启动了起来 扇叶也被一片片的打开 两人健壮 急忙火速逃跑 可二隅还是不小心掉了下去 等他再次醒来 已经来到了飞船内部 他拿着油灯 朝着深处走去 发现了像马赛克一样的操控感 这时 怪物突然冒出 一巴掌把二隅三倒在了地上 此时的怪物 变得像怪物一样吓人 只见他缓缓地靠近二隅 准备给他来个致命一击 关键时刻 二隅拿出导演准备的炸弹 扔进了怪物的嘴里 只见一声爆炸 怪物被炸成了稀巴烂 危机终于被成功解除 仅存的两人也准备回到城市 过自己不可描述的生活 可就在二隅上车时 顿时发现了不对劲 来时大壮带着耳环 居然现在不见了 二隅拿出火枪说道 你有了呢乐坏呢 怪物一听 赶紧摸自己的诱饵 其实乐坏在你的左脸上 确定了大壮不是本人后 二隅干脆利落 直接一发三倍增火过去 终于彻底地解决掉了所有怪物 一个月后 福伯伦们来此地检查情况 没想一只狗狗跑了出去 福伯伦见状赶紧开枪 可并没有击中 故事到这里就彻底结束了 也许那只逃猎的狗狗 是为了第二季埋下的伏笔 琪琪电影带你走进电人山